大家好,這邊要講的主題是填充的心得報告 那我這邊是要繼續上一支Skill 1講下來了 那今天要講的是Skill 2 Skill 2是我整理的一些課定的詞 也就是在陳勝元的填充那一本上 我把一些比較重要的詞整理下來 那第一頁我們可以看到的 所整理的是會出現反義的詞組 那這個是蠻常見的 這邊的話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那我只是幫大家做一個整理這樣子 Alow 和 while 啊 這兩個詞啊 是在填充啊 常常出現的 就是第一個字啊 它就是alow 什麼什麼 while 什麼什麼 所以這兩個是蠻常考的東西 while 除了可以表時間以外 它也可以表示雖然什麼什麼的意思 那 but 大家應該都知道 however 也知道 despite 應該也知道 where less 這個也是雖然的意思 它是比較文周周的講法 那 nevertheless 和 nonetheless 它也是表示一個語氣的句子中會有語氣的轉折 就是雖然但是的意思 那我們看下一頁 這邊的話也是要講反義的詞組 那這邊的話是unlike 大家應該也沒有問題 contradiction 這個也沒有問題 這邊都是講那個相反的意思 那就是paradox 就是矛盾的意思 那就是諷刺的 它也會出現 這個字也會出現 就是相反的 反義的詞組 所以 所以 就是看要注意一下這樣子 surprise lane 就是表示說與常識相反 所以我常 我會把它列入在說 你看到這個詞就知道說 呃前後兩句 可能就是跟常識不符合 那就是有反義詞的存 存在的機率就很大 那anthesis 對立物 這個字可能大家比較少看到 不過它也可以當 它當它出現的時候 常常也是表示說 前後兩句 它有一個語氣轉折 或是說空格 可能常出現就讓你 停反義詞的機率很大 這樣子 either a or b 那就是 a或者是b的意思 那邏輯上來講是說 a跟b一樣 通常是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一樣東西的話 就不用on or之類的東西 所以說我常看到這個 就是要知道 a跟b可能是反義的東西 反義的詞組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同意的暗示 同意的話 這邊字都蠻簡單的 and still also 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沒有做題目的話 你可能還 你可能比較不熟 就是有continue這個 也可以暗示 同意的 就是說 a狀態 continue 然後到b狀態 那a跟b a跟b 的話 那可能就是 一樣的意思 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 表原因 表原因這邊蠻簡單 表原因這邊蠻簡單 for sin 和 because 那要講的是 比較 最下面這個 so什麼什麼 let 可能大家也很熟悉 不過在填充那本書上 他還有考這個句型 so什麼什麼的 as to v 一個動詞 就是 那這是比較 比較少見的 這也可以表 這是兩個相等 他也就是 表原因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要講的是 他後面會接 負面詞 負面詞 就是 我是 我是講說不要否定 那 就是nots 什麼什麼 看到 看到nots 大家應該都沒有看 never 那就是接下來這三個 會比較 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就是有時候 會 會突然搞混 呃 這邊 nothing more than 是指 有 後面就是nots 什麼什麼 就只不過是怎樣怎樣 little more than 等於 也是有否面 那個 否定的意味 也是 比 只是比什麼什麼 多一點點而已 be less than 也是等於 not 也是有否定的意味 比什麼什麼少 呃 這樣怎麼去想呢 其實 沒有這麼複雜啦 就是指說 這nothing就是沒有嘛 那你 你就是 我沒有比你多什麼什麼 那就是 我只不過是怎樣的東西而已 啊 就是 我比如說 I have two more than you 對不對 那如果是 這邊是nothing的話 就是 我不是跟你就一樣了嘛 那就是 這邊有 可是這邊有否定的意味這樣子 那 be little land 就是指說 我只比你多一點點而已 那 be less than 就是 我比你還少 那這邊的話 可以接一個形容詞這樣 呃 比如說 she is less than beautiful 就是說 她 比漂亮還少 那就是指說 她不漂亮的意思 所以這些詞 都是有 接否定的意味的 那請大家記得下面這三個是比較 呃 容易搞混的 那我們先做一個休息 我們還要繼續講 tecn詞 這不完 一朵